已經開始錄了嗎 對對對 好 聽出來了嗎 這是我們熟悉的經典老歌 甜蜜蜜 很多時候 他只出現在表演的 一個安寇曲 像個配角般的存在 但是有的樂團 他們堅持直演出 台灣作曲家的作品 或是台灣素材創作的曲目 要讓台灣之聲 越上果祭 事實上我自己在 很多外國演奏的經驗裡面 其實常常被問到說 你是從哪裡來 我們從台灣來 那你們台灣的音樂是什麼 對 當我們要用 所謂的古典音樂平台 跟人家交流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拿不出什麼東西 其實音樂的文化 它是相較於其他各種文化 更容易走出國際舞台的一種 其實對我們學音樂的人來說 這個武器 其實它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當我們拿著這個有力的武器 一直在做別人的文化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 For what 我們既然有這麼強大的武器 我們是要做一些更有力量 更有價值的事情 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大概是從二十幾年前 就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我就一直在做 這樣子的不管改編或創作也好 創作或改編 它只是一個音樂的起頭 如果這些作品都沒有人演奏 這些東西其實它走不動的 因為沒有人聽得到 對 那當然我自己也做表演 所以我也跟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很棒的音樂家 大家一起在努力這件事 可是總覺得這個力道是太小 所以我才會想說 好 如果這件事情要大量的被聽見看見 我就要打破這樣子的一個傳統慣例 所以我希望成立一個樂團 百分之百的演奏我們自己的音樂 就可以有一點好像反轉這件事情 我非常崇拜他 很多東西他就是真的信所黏來 所以他非常的熱情 就是工作狂 我覺得台灣有他非常好 很拚的人 很有傻勁的一個人 因為要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旁邊會有很多人潑你的水 告訴我 不可能 你光沒有錢 你要怎麼找到人來練 你怎麼去跟人家開口說 我們沒有錢 可是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如果你要教一個人 就是去死 就是叫他去辦樂團 你辦樂團你一定會虧死 你一定會窮死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們從去年的七月就開始排練 我們有大概八個月的時間 每一個人都是一五來排練 然後一直到第一場成立音樂會演出前 是沒有半毛錢可以領的 但是不是主題幫他還是要錢嗎 所以我自己先貼啊 其實如果我們算到成立音樂會之前 其實整個總金費其實超過一百萬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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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天不復苦青人 在首場演出結束後 認同台灣音樂 要與國際接軌 這個理念的社會各界人士 紛紛加入了 萬聲樂團的行列 他們以不同的參與方式 來加速這個理念的實踐 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們萬聲之有的這個聚會 2月18號的時候 那我去聽了之後 發現說有人願意 為台灣的古典藝 做出這麼美妙的音樂 他們這麼熱情 這麼優質的老師 我們為什麼不去幫助他呢 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吧 或者是背負在你身上的一個使命 所以我覺得對文化這件事情 每一個台灣人都有那個責任 用你自己的方法 那我覺得我們音樂家 我們用我們音樂的方法 讓這一些聲音 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出來的聲音 能夠透過我們的方式 讓它流傳更久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 對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報復跟使命 那今天 萬聲把這個報復跟使命的共鳴 把它抓出來了 所以大家會盡自己的力量 去讓這件事情走得更長遠 更好 萬聲萬聲萬聲 加油加油加油 與你無尊